同样传承四代 即使是来自嘉义的百年制油厂 早在日之时代它就成立了 天然芝麻油采用传统冷压出炸的方式萃取 全盛时期呢 一天能够生产油品上千公斤之多 后来不敌现代化食品大厂生意没落 原本第三代的接班人皇姑铭想着 那不如趁机就退休吧 结果一场食安风暴 让消费者又重新重视食用油的扯治 于是它站稳脚步了 一双儿女接班之后 又尝试跨入干拌面市场 最终传统产业成功战上国际 还交出了五千万的年营业额好成绩 让百年油厂与时俱进持续飘香 机器轰隆隆 把钢炒了一小时又十分钟 呈现咖啡色泽的芝麻碾碎 破坏外壳方便取油 一瞬间小小工厂里弥漫浓浓芝麻香 这整个颜色都有被水蒸气吃过感觉 你可以看得很明显看出来 颜色已经变得从本来的灰色变成暗黑的 为什么要蒸气 因为芝麻本身它没有热度 那我们要做油时间要让它有点温度 如果你没有热度的话一压油炸出来 本来芝麻含油力大概52% 你可能挤不到30%的油 蒸好的芝麻用牛皮纸包裹 外圈用铁箍固定压成圈柄 要做圈柄 需要先把它稍微挤压一下 拍屏 才能把这些大圆柄放进油车压榨 一片竹筛只能蒸一个圈柄 要坐满一台油车得花上一天的时间 压榨的过程还要时不时调整圈柄的位置 让出油平均 尽管耗时费力 但黄国民还是坚持用爷爷传承下来 冷压出炸的方式 萃取最天然的芝麻油 这间位在嘉义的油厂 成立于1921年日治时代 是台湾目前仅存的百年油厂 油在出来 现在就要老了 现在油多出来 民国六零年代 台湾经济正快速起飞 民生需求大增 老油厂一定要生产上千公斤的油品 是中南部数一数二的大厂 连榨油剩下的豆粕 都有人抢着收 油厂第二代 黄国民的妈妈说 那其实最风暴的时候 以前都要讲 那个大的 那个烫 铁烫 一粒三百斤 都十几十四五的工人 有这么多人啊 对 应该一半一半 上去头做时 那个那种 油的那种 那种像这样做 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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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电了 越便宜越好 随着时代变迁 传统自由渐渐不敌 现代食品工业竞争 成了西洋产业 本来在对岸工作的黄国民 不舍老妈妈一个人苦手游场 52岁那年决定回台接班 本想说做个几年就退休 没想到遇上食安风暴 订单暴增 他开始思考游场 是不是有新的可能 八月后回来 然后十月后就碰到大同仑事件 二零三就碰到 魏英丛的典型事件 朱游事件 这时候整个消费者 一个觉醒就对了 大家就想想 如果五十几岁的时候 再创一个什么事业 另外一个春天的话 好像也不大时机 他就问问看 后面有没有愿意接着做 当时第一个想要就打电话 到加拿大 来教我看瑞士愿不愿意回来 2014年 在加拿大工作的女儿黄亦轩 回台湾成为黄国民的帮手 喝过洋墨水的她 可不想成天窝在油厂里 决定带着自家产品走出嘉义 不仅改包装 供网路市场 更勇闯国际食品展 从台湾卖到香港 新加坡马来西亚 2020年进军日本 比自家油品为基底 开发新产品 更跨足干拌面市场 我觉得好像是可以再辣一点 两条的辣度好像 我这边的两条辣度会比较好 好像比较好吃 辣一点感觉 年轻人会比较想要挑战 毕竟大家没有天天下厨 所以他买一瓶之后 他可能要三到六个月之后 他才会再回来找你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那拿我们自己原本有的产品 然后来开发一些副产品 就是譬如说饼干啊 面啊这一些就是 大家买回家可以直接煮来吃 或是顺手拿来吃 要先把低头先处理 这样辣椒才干净 那我们做辣椒 我们也是做新鲜的 权力相挺女儿冲事业 如今儿子也学成归国 加入接班行列 拌面中风味独特的辣椒酱 更是黄国民用当兵时 担任国伟练就的好味蕾 以新鲜辣椒和自家白芝麻油 调和出来的 也因为加了这一味 即便没有艺人光环加持 每个月依然可以卖出 几次万包干拌面 成为平民干拌面销售冠军 现在是他在叫我要不要做什么东西 不是我跟他讨论 因为现在该所有的业务面 现在都已经是grace 他们已经从这上来喝了 现在黄国民慢慢退居幕后 将棒给一双儿女 百年游场传承到第四代 走过繁华没落 如今在新时代的创意行销下 老品牌正展现不一样的新风貌